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雷文 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快要開始跑了 開始和大家做一些功課,為來季,鋪路 各位喜歡看市集,或者看神操 看看去年如何在賽職找寶藏馬出來 雷文遲些就會開雷文事前Live 各位朋友可以進來玩一下 有個節目叫做陪雷文看市集 上季的成績,雷文不說 各位朋友自己評價 有興趣的,到時雷文開Live 大家可以進來研究一下,交流一下 各位未看片可以按一下,按一下 可以免費訂閱雷文Youtube頻道 可以考慮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說到馬圈花生和來季的陣容 雖然暑期都沒有太多老朋友太花精神 去留意馬場花生 但也有部分老朋友都留意馬圈的動態 好像上季的新人王周俊樂 有這麼好的成績 下一季應該如無意外 都很快就不倒業 雷文之前已經有條片 周俊樂也接受了訪問 他說希望在9月至10月 已經可以進身大師傅行列 這位是香港的生星 暫時仍然是見習生 至於南非的見習生 霍雲昇 我記得他好像在南非當時 拿過兩屆的南非冠軍見習生 其實這個頭銜對香港的馬迷來說 就覺得沒有太特別 他比較特別的是 近年香港的賽馬勢力分佈 有南非的練馬師 但是南非的騎士 好像偉達做了練馬師 李勁國、杜美爾 那些已經回到老家 但是隨著史卓鋒 都叫做半解南非 加上霍雲昇 下一季也會來到香港 這位也是另外一位的見習生 不過是南非的見習生 他比較顯赫的地方 當然是他父親和他爺爺 都是出自練馬世家 其實霍雲昇 很久之前 李勁已經聽過霍利時說 已經是部署 他的兒子霍雲昇 是來香港賺錢的 所以 部署了這麼久 相信來到香港 都不是講玩的 這兩位見習生 相信到時 就會有一番火拼了 再加上這兩位見習生 是非一般見習生 都是頻頻贏馬的人 看看會不會對馬場裡的騎士生態 這麽畢形的系統 可以帶來一些新的衝擊 今天講到 今年第一次 獲得馬會發牌 公司騎士牌照的 南非 即是霍利時的兒子 霍雲昇 其實上星期五 已經來到香港 立即去跑馬地 那些酒店做隔離 打算遲些去市谷集 在跑馬地隔離 隔離 就要接受21日的隔離檢疫 不過 預計是20日 即是8月20日 就會結束 到時就會正常開操 其實馬圈 尤其是香港的馬圈 最重要是有人事關係 拿到實力的坐騎 他父親支持他 如無意外 多數都有 另外 南非系列馬斯 雖然老廟 用人比較尷尖 霍利時家族 和苗麗德家族 在南非好像都不太咬圓 但來到香港 即是說 同鄉都不太多 看看會不會有關照 再加上 韋達這一位 新進的 連馬斯手上 連馬 也是惡罵余魂 若然這位 南非的見習生 霍雲昇 就拍了韋達另一位 現在還叫見習生的 周俊諾 這兩位有綁減的騎師 其實都是拍了韋達人馬 看看到時會不會帶來一些新的衝擊 說到建習生那方面 雷文前一陣子也和大家做過一條片 就是關乎馬會 盡量叫大家不要記住那些負面的東西 什麼是負面的東西 雷文 美活人生 那些什麼 幸運精選 那些 就夠負面 如果你不看過報速的 你當然覺得 大家都是贏一場頭馬 有什麼負面 但是那些跑那些馬 好像神糙那樣 早那幾段 其實是頭那幾段 那些馬的擺位 基本上可以說 毫無競爭力的 誰擺到那些位 回來擠一段 基本就可以贏馬 威威高升 魅力漢子 美活人生 幸運精選 數一大堆這些 如果他們不會再進步 暫時沒有什麼再進步 再出的成績都是 強差人意的 熟悉這文的朋友 都數過很多這些例子 那 講回這個見習騎士 現在馬會就憑著周俊樂 作為一位馬會唯一一個正能量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上季有這麼多這些 騎士不盡力 亂走位 又跌僵 又脫鞭 又脫鞭 又脫口 山飛之 有暗倉 背脊山倉 比蚊針 跑不出水準 但是有一個叫做正能量的周俊樂 都叫做拼搏 多於不拼搏 變成馬會也不斷宣傳我們的周俊樂同學 再加上現在是招修見習騎士的期間 好像是吧 現在呢 憑著周俊樂運這麼多 這麼威風 扯進風頭 撐著雞頭 好像說有300個人 見習學員報名 投考見習信 我記得就是這樣 講到我們香港其實大家有沒有忘記呢 有一位美女的騎師 江碧衛 其實她首位是華人女騎師 大家都記得 當時江碧衛好像是跟賓康 但是在香港這個 講體力的運動方面 我記得那時候同期還有一些中立方 余詠詩 好像是差不多 忘記了多少 一向都是覺得男人的體力 比女人優秀 所以 女騎師 好像江碧衛今天 接受傳媒朋友的 撥咪 體力被人覺得不及騎師 她說她們女騎師 要在香港闖下一番事業 她說真的不簡單 不過馬會近來都開行的Turbo 將那些正面的東西 有這麼大就講這麼大 現在江碧衛又出來 不是 江碧衛又幾美女 你格力不錯 不過離了分 現在又改了 跟第二個 網球教練一起 其實江碧衛說 我們女生在香港要騎馬 拿到成績 真是不容易的 經常跟那些男騎師 被人指指點點 去比較一下 不過她現在奉勸那些 見習騎師 有很多女生都有去 投考見習騎師 她說你們如果女騎師 想在香港創一番事業 有沒有潛規則 娛樂圈有 好像近代的吳亦凡事件 還有之前那些 美國的me too事件 不知道騎師有沒有 她說最緊要你們 女生騎師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跑好你們的每一場馬 既然成為首位的華人女騎師 數回速度的時間就是93年 當時就跟著我們的雲中龍事件 雲中龍水的事件 去到賓康那裡就不是這樣說了 當時跟著賓康的馬房 但是93年出道 97、98年就掛虛了 期間 成績已經普普通通了 只是拿到11場 頭馬 她說 江碧衛說 既然現在有這麼多女騎師 投考 她說 女人要在香港的馬壇 佔有一席位 真的貌禁易 她說 女騎師在香港成功是難的 外界經常把我們和那些男騎師 在這裏比拼的 她說 經常把我和那些同期出道的男騎師去比 她說 這樣怎麼得公平的 還有當時 那些練馬師對女騎師 也沒有那麼有信心 但是 希望 以後的女騎師 希望她們可以發揮到每一匹馬 希望憑她們自己的努力 就在外界那裏 看到她們的女騎師的進步 現在數起手指 還有幾個女騎師 正在受訓 究竟江碧衛有什麼提示 給她們呢 我記得江碧衛當時 有接受過有線電視訪問 大家都知道 阿雷文 只要是關乎賽馬的事情 都會有興趣去聽 除了 我講的那些 講的那些訪問 其他那些我一點都不想聽 那時候她就接受有線訪問 你們有沒有內幕提示 江碧衛說沒有 輸就輸死你 看看是不是真的 她說呢 如果你們真的有心進入這一行的訓練 最重要就是 將一匹有實力的馬 盡量好好地在競賽場上 將這隻馬的潛質 發揮出來 聽足連馬師的指示 希望你們日後的女騎師 可以爭取到更多的支持 說回江碧衛 其實這位女士 首先我自己覺得 這麼多女騎師 最散鏡是她 李格力就 搞定 1997年 嫁給法籍騎師李格力 然後李格力回到法國 但是呢 始終都叫做 來來合合 來了分 現在就跟網球教練一起 再移回來香港 大家都知道 江碧衛現在都在做馬評人 節目主持 還有教騎馬 更加在做YouTube那裏 教人家煮菜 不如聽江碧衛說一下她的近方 闊別了我們馬迷那麼久 聽美女說話也好 她說 自從得到病 令到我提早掛虛 有機會去接觸更多方面的不同的工作 她說馬會當時也發掘到平馬的潛能 邀請江碧衛 江碧衛進入了平馬的行列 再加上江碧衛做騎師的 又教人騎馬 更加開拓了一條 叫做騎師教煮菜 做這個 KOL 以一個前騎師的身份 教煮菜 究竟是要不要奸 最重要是煮得好吃就可以了 她說其實騎馬 教人騎馬 平馬 和煮菜 都是她自己喜歡做的事 她說做人最重要是不要想以後 要不斷地進步 她很開心她自己的工作 就是她自己的興趣 對不對 你要去賺食那方面 剛剛就是你自己的興趣 所以怎麼做都不會覺得很累 很佛味 她說再看回到未來 希望她可以做一個更好的攀任節目 教你民主送 以及舉辦一些活動 將這個賽馬的活動 推廣給一些年輕人 這個應該是馬會給她的任務 你也知道 現在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十個數 你問下去有十二個都說不跑馬 我玩球 打一下機 看見你們這樣跌疆成 走死位 這些應告又不告 不告又告那些 我看買球好過 她說現在我的任務 就是要培養一些小朋友 去接觸一下賽馬 將一些年紀輕的人也好 年紀大的人也好 總之就是接觸賽馬 大家自己去意會 各位老友 一個正在教人主送的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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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去盡量接觸多些賽馬 這些是不是叫做 為馬會 提拔多些 新血加入 這個賽馬運動的行列 賽馬 即是賭博 沒有新血 以後怎麼走 這個任務 江碑 做得非常好